移民署宜蘭縣服務站結合了社團法人東飛燕發展協會 以及南洋瑤陶藝工作坊 特別來舉辦南洋新住民陶藝首作課程 吸引了20多位來自越南、泰國、韓國、美國 以及大陸等新住民的家庭一同前來參加 透過陶藝的創作來提升藝術氣息之外 也增進生活樂趣來拉近親子間的情感 要請到東飛燕的理事長李佩甄理事長 來跟大家說明就是他在協助新住民女性努力創業的過程 那在這中間呢 理事長其實他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可以來協助新住民朋友們在創業 或者是說他想要投入職場的一些可能遇到的問題 宜蘭縣服務站也藉此機會來推廣新住民 以及他的子女裴力以及獎助學金的計畫 期望新住民培養自身專長 取得專業證照 報名到110年的3月31日截止 鼓勵符合資格的南洋新住民 以及子女趕緊報名 共同為奠定國家人才努力 那只要你是結婚來台的新住民姐妹 或者是夥伴 你是持有合法的居留證的話 那你在這近三年 你有考試通過 有獲得勞動部所合法的專業證照的話 那你就可以符合資格來跟我們移民署做申請 那這一個獎勵金的計畫呢 其實獎金是非常不錯的 從一開始的秉級5000塊 那一直到最高級有補助到3萬元 新住民以及其子女裴力與獎助學金的計畫 類別除了有證照的獎勵金 還有優秀學生的獎學金 清函助學金以及特殊才能獎勵金等多項類別 歡迎踴躍來申請 相關的資訊可到移民署的網站查詢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 採訪報導